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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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唇膏呢 唉 救命啊 好撑啊 我的口红感觉掉的一点都没有了 我的 我的唇膏去哪里了呀 救命啊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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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等我的密妆蛋掉垃圾桶里了 嗯 想找一下我的唇膏 算了 找不到就直接吐喉喉吧 哎 妆也花得 咳咳咳 今天 算是开心吧 啊 啊 啊 我嘴巴好干没有秃 没有称高 我没有在偷笑啊 我只是好称啊 感觉我今天 忙碌了一天 是呢 也就是今天恰巧路过机场嘛 然后呢 就不小心就撞见了 这缘分就是这么的天注定 是我的妆没有了吗 总感觉 是我的妆都晕了 其实 我本来今天想买花的但是 是翻车了 本来那个地铁旁边就 那里有人卖一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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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的 嗨 结果呢 迟到今天白天出去的时候就没有了 然后我就没有买到花 还活着我就说吧 我我写的也不是很过分 嗨小青蛙晚上好 妈妈来了 我怎么觉得我今天好丑啊 哎呀 胖刺晚上好 为什么新旗子不错 因为新的旗子上面都有大家的签名 所以才不错 话说今天要不要玩游戏啊 如果你们 因为今年是牛年呀 哎 你们想不想看我玩游戏啊 为什么 节奏一生的大结局恐怕 等不住了 不过我可以玩那个 我们可以玩把那个 我节奏一生不一直都是等级是B吗 我们可以把那个冲上去冲到A上面 晚上好 会不会太亮了呀 我看看 这样是不是好一点 这样好像更亮了 咳咳 我開個電腦 我又害怕 這樣呢 這樣好一點 黑長直好看嗎 我好像就一直都是這個髮型 都沒有怎麼變化 那邊太亂了 往這邊放一點 玩什麼呀 玩小小夢魘呢 還是玩節奏一聲呢 待會再玩吧先放首歌 感覺我好累呀 唉 先休息一下 真的真的真的 感覺我今天一直在不停的 坐車坐車 坐車 先去 接前輩嗎 接回來然後就排練 然後剛才排練完 好上級的坐姿 立馬 因為 因為好累呀 哎 今晚前輩住在一個空蕩蕩的房間 我還考慮要不要抱著枕頭去 哈哈哈哈 不是 我問他 我問他我說 前輩你覺得 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呀 他說 你應該就是那種 很害羞的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床被子啥都沒有 不行那床也忒小了 小的離譜小的過分 但凡 但凡那張床大一點 哈哈 但凡大一點點 哈哈我還真說過 我回來路上我就問他 我說你今晚住在哪個房間 他要說他還不知道 我說沒有房間可以來住我這裡 謝謝阿雷的應援棒 我今天去接他的時候 我都沒有注意到我旁邊站的是粉絲 我我感覺我這個 食人能力不是很強 就是 我當時就很怕翻車嗎 我很害怕我接不到他 因為我沒有提前告訴他 所以 就很害怕 錯過嗎 對我辨別不出來 我就看我旁邊站著一個男的 然後 哎呦我怎麼拿著剪刀在玩 然後 我就感覺他 他是嗎 又不是 我就站著他 就是我們將近有50 厘米的樣子 就真的很近 然後在那站我就想 天哪今天居然都沒有粉絲來 好家伙我一個人很怕翻車 因為如果有粉絲的話 我就可以跟著他們一起 這樣混在裡面 就不容易出錯嗎 我知道他的航班 然後 因為他是四點多落地的嗎 然後 當時都已經四點半 他還不見出來 我就怕 我翻車 結果他一出來的時候 好家伙 旁邊的人 瞬間就拿起了攝像機 就開始拍拍拍 我的媽呀 我才反應過來 原來我旁邊一直都是粉絲 我的天 好家伙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驚喜 我感覺他就很淡定的 看到我說 你怎麼來了 我說 我剛好路過這裡 他說你路過這裡 我說對呀 我剛好路過 然後就來看看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驚喜 還說我今天本來想抱著花去的 結果呢 我比較趕時間嗎 我去的時候都已經要四點零幾分了 然後他的航班剛好是四點多落地 他四點十六分發的落地了 我剛好是四點零幾分 我才到機場 然後我本來想去買奶茶的 結果我就怕來不及 我就只能去便利店 我去買了兩瓶水 然後就剛好 我說哎呀我買點壓不壓吃吧 買點吃的過去 總覺得 比較好一點嗎 我最後抱他胳膊 最後我們倆不是坐地鐵回來的嗎 我抱著他的胳膊 然後他看著我說 是他們讓我抱的 我就把鍋推向你們 我說是他們讓我抱的 不是我主動 不是我主動 我就真的我覺得我老緊張 我真的沒我沒在機場接過人 我就很害怕翻車 我還讓小魚我說幫我看一下他今天 不是在上海肯定會有反圖嗎 幫我看起來他穿的什麼衣服 他給我說是紅色的衣服 我說好的我就盯著紅色的衣服 結果人魚出來 立馬衣服都不一樣了 明明不是紅色 對 對真的很忐忑很害怕錯過 但是一群人接的話就沒有那個顧慮了 主要是我今天我以為我一個人 沒想到我周圍是粉絲 完全沒有看出來主要是 對他把外套脫掉了 也不是特意坐的地鐵 我本來想打車回來的 然後前輩說我們還是坐地鐵吧 行我們就去坐地鐵 主要我害怕他拿著行李箱 不方便什麼的嗎 然後我說我幫你抱花這些吧 他說不用了 結果地鐵上他還幫我拎東西 哎呀我就覺得老那個什麼了 我本來想說 我幫你拿點這個吧 因為他一手拿著花椅 然後背著包 他還要拿著行李箱很不方便 我說我幫你吧 然後他還不 然後他還反過來幫我來拎東西嗎 我沒在紅巧結 上海機場肯定客流量更大 那我更眼花了 肯定肯定看不到 我主要是沒提前打車 因為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出來 更久一點回中心 我 我說了 我說我幫你拎著吧 然後他 他不 我都已經 靠搶的了 我說你給我 他不 他就是不肯 然後他還幫我拎著東西 哎就很好 翻車機率大 反正 然後我回來 不是去到了他的房間嗎 然後 然後 就把我把 嘿嘿 我耍了一個小心機 哈哈 我把我的 我背的包包放在他房間裡了 然後他現在不是陪鬧鬧去看手了嗎 我特地沒有拿出來 等他回來的時候 我再喊我 我再過去拿 哈哈 啊 這樣我今天有機會去找他了 哈哈 哎不要告訴他 告訴他他萬一給我發條微信說 王子啊 你東西還在我房間 你去拿一下吧 反正我的包包啊 東西都放在他房間的 那他回來的時候 他肯定會喊我去拿的 就 靜等他回來就好了 哎 謝謝阿雷的一緣棒 他肯定注意了 我特意扔在床上了 哈哈 他的房間就一張床 沒有在 沒有什麼東西了 我就把包扔在他床上 他肯定看得到 哈哈 哈哈 什麼子哪裡像港丸了 哈哈 他的房間是一個空房間 就是空蕩蕩的 真的什麼都沒有 就是沒有人在那住的一個房間 然後只有一張床 沒有室友 沒有室友 啊天啊 不行我房間更亂 見不得人的 哈哈 我哪裡獨留啊 哈哈 啊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 不可以 不可以去舉報我 反正我覺得 哎我可能 不擅長 交際吧 我感覺我今天和他 嗯 回來路上可尬了 全程不知道該幹嘛 啊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也不知道該交流什麼 就兩個人都在那裡尷尬著 互相看手機 唉 唉 嗯其實我心願書 他二十一號心願書嗎 我都想去 我看看stuff能不能通融通融 讓我坐在下面 我喬裝打扮一下 坐在下面就靜靜的聽他唱歌就好了 哈哈 不可以嗎 嗯 不過明天 我已經約好了和他去看電影 回來了路上 我就和他在講看電影的事情了 我也喜歡他寫的字 很好看 嗯 心願書 心願書 二十一號的心願書 心願書的話 不知道我能不能坐在 還沒想好看什麼電影呢 啊我發現他就是太替人著想了 我我問他我說 謝謝念念的奶茶 我問他我說 啊對呀我怎麼沒想到呢 讓他教我練字啊 哎呀我就沒有想到 我見問他我說你又沒有什麼想看的電影呀 然後我就把手機給他讓他在那裡選 然後他他就說他直到了唐三 他說這個你看過了嗎 然後我就問他我說 我說那你想看嗎 想看我們就去看 然後他就問我 他說你看過了嗎 我說你想看我們就去看啊 他說那你肯定看過了 我說你想看我願意陪你去看呀 然後他就偏步 他就要選擇另一部 他那這個你看過了嗎 我說你就是想看唐三呢 我就陪你去看 然後他不 他就覺得我看過了 他就不去看 對 最後 哎呀最後選的是哪個 我有點忘記了 哈哈哈哈 本件壞主意可多了 直接去他的旁邊 可是那天沒有安排我嗎 讓我立刻去把增加換掉是不是 因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多少號 我已經提前把那個心願書的那個日期都給提交了 姐姐問我你選哪個日期的 我就想著 欠想二十一號難得回來 我要把二十一號那天的工作全部推掉 所以我就選擇二十七號吧 然後好傢伙 他在二十一號我哭了 我真的瞬間哭掉 那天再看看唄 那天再看看唄 那天再看看吧 哈哈 點哥小妹 而且他回來的時間也很短 他二十二號就要走了 唉 我就覺得 唉怎麼怎麼和你們講呢 就覺得 靜靜的待在他旁邊陪著他做任何事情都覺得 很開心很快樂 唉就覺得怎麼可以這麼溫柔呢 嗯 主要我和增加換不了時間 我們是根據那個 最佳拍檔的 兩個人兩個人這樣弄的嗎 如果我和增加要換的話 那就我和江西瑤就要一起去二十一號了 哪有 我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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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江宇航 確實有點尬 但確實又不知道該聊些什麼 就是就全程就和他坐著地鐵就回來了 哈哈 也沒聊什麼天其實 哎呀我現在心裡顧不得別人 一說到最佳拍檔到現在 我和江宇航 我們兩個人把五還沒有八呢 哈哈炸廚房倒不至於 炸廚房倒不至於 哎 哎心裡 心裡至少現在 還有人 哎 握手會 哎呦真的是 他什麼時候能參加廣州的握手會呀 嗯 雨晴妹和我連麥呀 生薑味的味道呢肯定不好喝 對新棋子 我把新棋子已經換上了呢 對呀去接了他 他下一次回來就是生蛋的時候了 等到他生蛋的時候 又可以見到他了 對 辣辣的暖暖的 我不怎麼愛吃生薑 對有的時候握手會沒話講挺尬 但是 但我就覺得 雖然尬 但是我只要真的是 待在他旁邊就挺好的 哎 哼 我要讓欣欣那些粉絲羨慕嫉妒我 我要做他的頭號小粉絲 哈哈哈哈 是的 雖然我我不知道他樂不樂意 反正我挺樂意跟他尬著的 哈哈 哪有啊 我還特意問了他 我說 我說你為什麼和那個小河北住在一起 我感覺我好幼稚啊 我問這些問題 然後他就和我說 他說是因為他本來和另一個人住 然後那個人去住單間了 然後他就剩下一個人了 然後他一個人又住不了單間 所以就搬了一個小河北和他一起住 我說 那現在還是你們倆住嗎 他說 現在是他們三個人一起住 哎呀哪裏不少女了 你們就將就著看唄 唉 哈哈 恨不得立馬過來上海 一集還是算了 畢竟廣州帶我還挺好的 我去到上海估計混得更差 好不容易在廣州 算是立了半個腳跟了吧 如果去上海的話 哈哈 對呀三個人住 那是三個人和他住 我是要住到他心裏面的人 好嗎 誰要和他們兩個人擠著一起住了 他現在他現在和鬧鬧出去了 我本來排練完之後 我拉著小魚陪我下去吃了個飯 然後吃了飯之後買了個奶茶嘛 然後我就給他發消息 我說 我幫你帶一杯塔寧回來吧 和他揮了我一條 我先去陪鬧鬧看手 哼氣了我連微信都不想回 真的是太過分了 我就下去了一會兒 好家伙 立馬就和別人有約了 我的天怎麼會這樣 啊好氣呀 就一會兒 我就 稍不溜 一小會兒 娜娜好像跳舞的時候 不知道是崴著了還是怎麼了 哼哼 海王 艾琳 艾琳去到上海了 就 那停的啥 她去到上海 然後倩倩就回來了 然後 艾琳回來說 她又要回上海了 對 不是李曼菲 是小魚陪我去買吃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崴上了 好關心啊你 怎麼時候你又多了一個推了 怎麼回事 少了一個情敵 看看明天公演結束 我明天就這樣把小魚給割了 本來我們兩個說好的 我說 我最近沒有衣服穿了 然後明天公演完的時候 我和小魚我們兩個人一起去逛街 我們倆都這樣說好了 那我今天立馬就變了 然後今天小魚就跟我說 哎 明天 既然 這樣的話 我理解你 那我們後天去吧 我說 不行 後天她也在 她回來的這幾天 我要 我要 我要跟隨著她 等到她回去的時候 哎呀我想住在大家的心裡呀 你們的心裡有沒有我 我套路潤 我沒有套路潤啊 小魚十餐 哈哈 什麼你住在欠欠心裡也不是 立馬把你拉出來 哈哈 真的是好一個四捨五入 哈哈 哈哈哈哈 對呀我今天還給她講了 我說我養了隻小貓咪 哎 真好 哈哈 真的是在機場我就一眼就可以看到她 就是感覺 就是有一種詞叫什麼 變息度很高 就一堆路人裡面 一眼就看中了 嗯 她就是欠欠 珍惜眼前魚 哈哈 小魚今天 我不是當時在欠欠的房間裡嗎 挺尬的我坐在那裡玩手機 然後我也不知道在玩什麼 就不停的在那裡亂翻 來環境我的尷尬 然後就找人聊天 然後小魚就在那裡一直一直和我酸 唉但凡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她就老給我講這些 呵 應該不快吧 謝謝超無難的音樂棒 我今天還在想呢 但凡我是個粉絲 但凡我是一個斯巴西的粉絲 唉那我估計也是白嫖的那種不是 哈哈哈哈 我肯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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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我所能 為欠欠 就是盡一份自己的力嘛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B白嫖我才不是呢 等我什麼時候有錢了我就 等到什麼重大的日子我就去給他 我就去給他送禮物 唉主要是現在沒錢 王子可窮了呢 唉 什麼犯罪偶像 沒有呀我說的禮物是 口袋上的禮物 哎呀什麼時候我也能隨隨便便甩人 又愛發電呀真好 唉 你們知道嗎 我就今天和他講 我說 就是 其實我特別害怕麻煩到別人 所以就是那種 如果前輩 不想的話 哎呀 反正我告訴他 我就說如果就是 我可能有為難到你的地方 你就要講出來 就是不想 就是不想呢 想去呢 就是想 就是不要那種 害怕 顧及到我的心情 顧及到我的心情 然後就勉強的那種 不是我就是給他說一聲嗎 因為 確實挺累的呀 就是好不容易回來兩天 然後可能 顧及到我的心情啊 然後就會說是我說 前輩我們去看電影吧 他說好呀好呀 那就去啊 我害怕他會累 所以我就說 你要是不想去呢 或者說你想休息呢 你直接就說出來就好 你不要 太顧及到我的心情 哎呀那我該怎麼說嗎 我 我就是害怕 我就是害怕 讓他很疲憊這個樣子 哎 真的是 啊不會拒絕別人 我就怕他不會拒絕別人 我就是想著他老是 太過於在意別人 然後讓自己就會很累 可是我也是真的想約他 對呀我也不想讓他那麼疲憊 可是他反過來一直在照顧我 陪著一起好傢伙 我就下去吃了個飯 是沒了 哈哈哈哈 我就真的哭了 我本來想著我實在是太餓了 我今天一天沒有吃飯 就去為了接他 我真的今天一天我都沒有吃飯 然後排練完我說我實在餓了不行 我先下去吃完麵 哈哈哈哈 我下去 點了飯我就立馬給他發消息 我說前輩我回來給你帶杯塔您 人已經沒了 我就下去了那麼一會兒 我哭了 哈哈 就一會兒我時間人沒了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真的是無語 哈哈哈哈 我提前約了 我今天地鐵的時候 我就已經把明天公演完的行程 都約好了 我說我們去看電影 然後我說我請你吃飯 我說上次是他請的我吃飯嗎 所以這次我請回來 然後我就今天就想著我下去 先墊一口飯回來 沒想到下去了一下幾分鐘的時間 人就沒了 哈哈哈哈 氣死我 那那鬧鬧也沒有提前原牙 憑什麼你直接就這樣就走了 我的天 哈哈 生氣 哈哈 哈哈 有恭喜快吧 哈哈 哈哈 對吧一下課 嘿王子終於下去了快溜快溜快溜 哈哈哈哈 人家受傷了嗎 下一次我也要把自己弄傷 我就纏著他 你今天不陪我去 那我就溜 我就多久 我就在這我不走了 哈哈 對呀倩倩人真的好你知道嗎 今天就是排練的排練剛結束 剛結束 然後就立嘎呀還有其他人呀 他們就他們也想著去吃飯 就開始喊倩倩 我當時就已經在豎著耳朵在聽了 然後我就我都聽到倩倩 我忘記倩倩說什麼了 反正我就聽見他們在那裡說 啊倩倩要不要下去吃飯呀 你餓不餓呀 這種的話 我就已經在豎起耳朵在聽了 哈哈哈哈 不陪我就當場打滾 為什麼為什麼看我直播會被罵 是不是因為我長得太漂亮了 人家害怕 哈哈 為什麼看別人 為什麼看別人直播就不會被罵 肯定是我長得太好看了 覺得我有危險性 畢竟漂亮的女人都很壞的 對今天晚上回來我就各種不舒服 躺裝不走了 我腿也不舒服 頭也不舒服 腳也不舒服 哪都不舒服 為什麼我這麼好看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喜歡的人也好看 就心裡的那個人也好看 自己肯定也也會好看 哈哈 我確實不敢 你們知道嗎 我其實是真的不敢 但是為什麼就是 會 有的時候還是會敢那麼一點點的呢 因為我覺得我每次老是被逼無奈 就是 唉 一開始的時候我真的沒打算就是讓他知道 結果 都是一次又一次看著別人好傢伙 感覺自己再不抓緊就已經沒了 抓緊時間他二十二號又要走了 哈哈哈哈 有件小粉送的黃冠 哈哈哈哈他的床太小了我特地看了一下 我真的動過這個念頭 然後看了一下床 這也太小了吧不行 不行不行太小了 謝謝星期九在叫醒我的奶茶 啊 我的床也挺小的 主要是我這裡挺亂的 不太想讓他看到 還是不了太亂了主要 啊不行他第一個人睡我哭了 哼 啊不要啊 不要啊 呼呼 那你們勸勸他唄 你們幫我勸勸他 哈哈 啊今天看到我了 你們勸勸他你們就說 還是要一個人睡得好 啊這怎麼辦呢 勸勸他今晚一個人睡覺 不要讓他去鬧到那裡睡 哈哈 不是什麼 什麼 他一個人睡的時候我才有機會去找他呀 好家伙他要是和別人睡我怎麼去 我先一步對我先一步抱著枕頭被子去了 結果人家回來好家伙我直接去了別人的房間 壓根就沒回自己房間 然後我 哈哈 然後我就 空等一晚上 哈哈 哈哈 轉達意願 我把點卡拔了哈哈 我在抱著被子去找 哈哈 什麼 現在幾點現在九點了 我先下個波吧 也不知道他幾點回來 哈哈 我先我先我先下波了 哈哈你們不要亂說 不是你們不要亂說 拜拜 應該現在應該還沒有回來呢 衝衝衝還在醫院啊 好了我先下波了 嗯 拜拜